欢迎收听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欢迎来到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我是卢建英 这是一个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独立策划制作 每周日上午在大千广播电台 下午在全国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之后整个节目的影音会上传到YouTube的 歌剧院官方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李又伟 OK 又伟 好 又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又伟 今天之所以请又伟来 因为其实歌剧院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 都有一个所谓的微剧场计划 微就是一个微小的微 那么今年的微剧场计划是用声音做一个主题 就是大家都知道歌剧院的整个建筑 其实易东风雄先生也是从听觉的这角度 开始继续进行他的空间设计 可是又伟啊 你来自台北的北一大 对 我常常每次都会觉得 如果我们过去知道说有一个黄浦军校 好像北一大目前在艺术界也有被扮演这样子的一个 你们大概有一堆学长学弟们就会一起工作 对 对吧 所以你所代表的这个组织有个很奇怪的名字 叫做进港浪剧团 对 进港浪制作 进港浪制作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吧 这个团是我在北一大戏剧系的学长 就是他们是同班同学 然后他们应该说他们几个都是有自己想要创作的欲望 所以他们就比较没有去加入其他的剧团 然后从其他剧团开始工作 他们就觉得自己想要直接开始 就直接让就不要在人家的底下去创作 他们想要自己就成为创作的核心 我知道我知道 用我们的话概念就是 您为鸡手不为牛后 对不对 OK 所以你们就是一开始就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创意去进行自己想要做的创作 那确实你们的这个几个核心的成员 除了包括右伟之外呢 还有洪维瑶 还有陈玉典 都是你的学长 对 那你们的作品也确实在这几年的很多的奖项里面 都有得到突出 而且其实还挺吸睛的 例如说你们有在去年做了一个人类派对 他就入围了这个台新艺术奖 然后刚刚好像陈玉典的Imaginary Fish 想象中的鱼Imaginary Fish 他才刚刚拿到了台北艺术自由日的年度首奖 以及评审奖 对 但是呢你们这次提出来的 我记得当时在做微剧场的甄选的时候 你们事实上已经准备了一小套的饰演 给评审们看 那么很有趣的是 他有一点点接近双簧 可是又不是双簧 因为这一次呢 进港浪的这个作品叫做 时差 好时差 我稍微念一小段 因为当时我在看到你们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想象力的 你们有一段文字 好就是 选项A 选项B 该如何抉择 选择这件事情 最痛苦的不是承担选择的结果 而是面对没有选择的那一面 好 那一边的世界会继续走下去 也许可以遇见 但碰不到 也没有生息 慢慢这一切变成后悔 后悔 无限的后悔 很久以后 又想起 没有选择的那一边 慢慢的 后悔 或许就会变成一种浪漫 好 我记得当时在看的时候 有点像一个 每一个人要自己戴一个自己的耳机 对 可是这个耳机里面 因为你们的频道的设定 这个频道是我自己挑来挑去的 我手上可能 就像拿家里的遥控器一样 我可以频道一 频道二 那演员都是一样的 我眼睛看到的舞台上的演员 一模一样 可是我在频道一呢 就发现剧情跟频道二的剧情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可能频道一是一个凶杀案 可能频道二就会变成是一个文艺片 对 那么可是他们演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的 那这里面就存在你刚刚讲的选择的那个事情 是吧 对 好 几个月下来了 已经经过了几个月 你们现在这个作品跟我们讲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前几个月就是还在规划整个技术部门的工作 因为在声音方面我们那个时候呈现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类似导览机的东西 它是一种走无线讯号的东西 所以在音质啊或是在整个稳定度上面都不够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 我们要全部走line-in就是用线材去走 那它可以再有更好的音质跟更好的稳定度 然后我们前期都在规划这件事去驾车整套系统 然后最近我们已经大概已经处理好 大概90%的技术部分了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技术部分带到我们的排练场去做测试 所以这是一个要在小剧场进行的节目吗 对这是在小剧场的演出 如果我们走进歌剧院的小剧场 然后你们就会每个人发给我们一个耳机 对 这个耳机你刚刚讲说 因为一开始我确实你们当时给我们的是那个导览机 对 但是后来你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用的是耳罩式的耳机 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在声音上面的感受可以更加的隔离 然后私密然后更清晰 对 这是觉得是必要的选择 所以一次可以进去多少人 我们目前规划观众大概是70 一次可以进去70个人 对 所以你们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说干扰 音讯的干扰 或者是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空台都是从一个点出发的 可是要把所有的讯号散布到70个人 他其实中间会有一些长度的衰减啊 或者是一些位置的安排 就是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去安排观众的座位 然后让那个线材的长度可以解减 另外一个跟以前的 我们传统的小剧场的作品不一样的是 你的座位席有重新安排过了 还是大家一样都坐在同一个地方看 其实会坐在同一个面向 可是我们会去观看的选择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直接影响 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如何去布置我们的线材上面的选择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区一区一区的 因为我们一组系统就是可以分出去的观众数量大概是16人 然后所以我们这样总共至少要有五组系统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起来就有比较像是 这一区的观众会比较集中在这一区 然后另外一区的观众会集中在另外一区 但他其实也不会对看戏有什么影响 我当时在看到你们的这个点子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 你们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就什么样的刺激让你们觉得想要做一个这样的时差 其实在我跟韦瑶就是这次导演之一 在上一个人类派对的作品当中里面 其实他就已经是在玩声音装置了 那一次的演出真的比较像一个导览 我稍微解释一下人类派对 我没有去但我大家有听说 但是去年在松烟台北松烟的一个展览 流动式的展览型的演出 流动式就是意思就是说观众走进来 你没有椅子可以坐你就要走来走去 然后走来走去的空间里面呢 有不同的演员正在进行不同的事情 那有些可能是用声音表演 所以你可能就像要走进那个唱片行一样 带个耳机去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对的 所以这就是你想的人类派对的上一次的作品 那这一次就等于你们希望把声音表演这件事情 做得更彻底一点 对或者是从更不一样的地方去处理 因为其实这一次演出他最大的 我们最大的在尝试的就是 视觉跟听觉上的差异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做 应该说两者都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某一部分的资讯是从听来的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喇叭 对它是喇叭的声音 然后我们看到车子过去 然后车子的声音 他们两者其实会互相的去弥补之间的资讯 就其实跟味觉跟嗅觉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一般来说是这个逻辑 然后我们在这一次就是把它反过来 我们要拆开它 就是我们视觉看到的 跟我们听觉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逻辑 然后去可以说是去尝试之间 会产生什么样 用火花吗 火花的资源 我觉得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你们其实在挑战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见的不一定是你想象的 这中间会有落差 我觉得你们搞太大了 有一点 所以呢 因为我很想知道你们怎么去排练 你知道演员 换句话说演员心里头 要不要有两套剧本 那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进行的方式 因为我们台上会做演员的事情的 主要是一个演员 台上只有一个演员 对 但我们有另外两声道 是各自由另外一个演员去负责的 所以等于另外的演员 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套故事 然后再去跟台上在表演的那个演员做搭配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 有个双簧的概念在那里面 对不对 就是前面有一个人演 但是后面有人配音 但是呢 跟我们传统看到的双簧呢 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是他后面其实同时有两组人在帮他配音 对对对 是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有尝试一些有趣的东西 像其实以前比较早期的电影 因为当时的收音设备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他们其实很多声音都是用后配的 对 然后他们那是叫拟音 就是他们去模拟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玩了很多这个东西 就是他其实需要飞 因为我们跟理音不同的时候 理音其实他是帮影片配音 然后我们的配音是要帮演员现场的动作配音 然后那个难度就是非常的高 你想象中那个难度 你们现在排练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不在你们原先期待 做梦的时候总是最美的 那现在开始做的时候 你们发现了有什么问题 而且整个演出全场有多长 全场目前大概是35到40分钟 OK 35到40分钟 所以其实演员也要很精准 对 然后配音的人也要很精准 就第几点几秒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要扣得很准 嗯 就是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 或者说也是其实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练场的时候 我们还在尝试 所以我们请两位配音的演员 他们负责的一起配一个空间的声音 可是后来我们就想说到现场演出的时候 其实两个配音的演员 他们各自要负责的是一个时空里面的所有声音 所以他们可能同时要讲话 然后他们又要去配我的脚步声 然后又要去制造一些风声 然后一些乐器的弹奏 或者一些丛林鸟叫的声音 所以这些声音同时观众都可以在耳机里面听到 对我们理想状态是他们 那个他们会利用配音去塑造出这个整个空间 因为我们台上基本上是会是一个完全空台的空间 所以他们等于观众对于这个空间的想象 全部都来自于配音他们发出来的 我好好奇你们第一次排练怎么排练的 其实我们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就是导演出的功课 就叫我们去找一个电影片段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不知道他干嘛 然后他觉得说那你们就一起把这个电影片段配出来 然后我们就配了一些什么星际大战 然后配了一些文艺片 就是你们两个配音演员坐在这 眼睛看着一段电影 然后去口述这一段电影 还有一个人负责演 就负责演那一段电影出来 然后就是他可能有对白的话 他就是要讲话 可是不发出声音 然后让配音的人去配他的嘴型 对 然后就是 就后我们又录影起来看就觉得 真的蛮好笑的 因为有点蠢啦 就是可是又有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感觉 这个这个你没有把自己搞得这么忙的原因 跟你们在这个整个成长的年代里面 资讯速度越来越快 你觉得是有相关的关系吗 我觉得有 应该说我们现在会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们可能同一时间可以去follow到很多讯息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 我们如果要完整呈现出这个真实的状况的话 那些所有的讯息好像都是必要的 我们不是 就是可能这一段我们要浪漫 我们就给他一首浪漫的歌就好了 我们需要总总会 可以制造出那些浪漫的元素的资讯都要进来 然后那个真实的浪漫这件事情才会被呈现出来 对我们不是很就没有想要去做一个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作品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观众是有选择权的 对 就是观众比方说我可以这一分钟是一 下一分钟是二是吗 那我知道我的故事还可以连贯吗 这个就是在与他们的选择权了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进来70个观众看完之后可能接收到的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就他们的体验过程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那这也就打破了过去我们进来一个传统的剧场里头 我们看了看完一个作品之后 因为大家体验的过程可能是接近的 对 所以他们可能结束之后可以去讨论一下说 我们我刚刚听到的是什么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说我听到的是什么什么 然后也许他们在某一些地方的时候 他们两段的经验反而会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 或者他们自己在做切换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体验了 就是因为两边即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配音 可是他们的出发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许是在情感层面 或是在某一些身体的身体感觉层面上面 他们可能会在切换的过程中意外的找到共鸣 到目前为止排练你们先完成了剧本 然后克服了技术的问题 慢慢要进入到演员进入 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跟你们最原始的想象差别很大的 好像还没有遇到 好像还在 继续接受可能有各种意外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遭遇到很多困难 但其实大概都是原先预料到的困难 但没有想到那么困难而已 即将在12月8号跟12月9号 12月8号是个星期六 所以有五场跟晚场 那么12月9号是下午场两点半的那一场 那其实老实说一场如果只有70个人 三场也就是进来210个人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台中的市民都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 来接受第一次所谓这种剧场里面产生时差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过程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又委来到现场 那我们下一段邀请的是维剧场的第二个作品 是由谢静音老师来介绍他的《深游记》 欢迎再回到周日与歌卷有约 我是卢静音 那么现场我们今天有两位新的艺术家来到现场 一位是新媒体音乐家谢静音老师 那么另外一位是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的助理指挥陈沛应老师 我们刚刚上一段也其实已经介绍了 今年的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唯一剧场是以声音 其实是在玩声音跟空间这两个元素 等于是真的充分的想要去玩弄伊东风雄 在歌剧院所创造的一个洞穴般的一个建筑空间 那么我想先请谢静音老师 先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新媒体音乐家 我原本是主修法国号的音乐系学生 那我后来在东吴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到德国去了 那一开始其实也带着我要成为最优秀的法国号手而前进 那后来念完硕士之前 其实我就已经在德国当地看了非常多新形态的表演 那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欧洲这一块当代的音乐表演 他们已经开始做非常多的跨界跟实验性的一些展演的可能性 那这开启了我一个野心就是说 除了法国号乐手真的只有在交响乐团做表演吗 还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一些奇思异想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创作能力再更应用到表演上面去 所以我后来就在汉堡音乐院一个电子音乐的作曲机构 然后去做了两年的研究与学习 那在那边学了非常多的音响学啊 互动程式之类的一些技术 那过了两年之后我的眼界又更宽了 因为我那时候人在汉堡 那汉堡是一个心音乐非常蓬勃生产的一个一块领地 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也有一票是艺术学院的朋友 那我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适合念艺术学院 所以我又跑去念了汉堡艺术学院的一个新媒体艺术的硕士 那后来呢就基本上一直思考着说 我该怎么去进一步的把这些学习到的技术 甚至是新的概念应用在自己的音乐表演上 那后来回来台湾自己除了创建一个自己的剧场 叫做音波四五三声响剧场 藉由这个平台去结合非常多的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起工作之外 我自己有时候做一些小型的表演 比较实验型的音乐展演 我也会应用像电子乐器啦 或者是互动程式啦 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媒材跟行为表演 或者是舞蹈都有非常多合作 所以其实我也很难去定义 我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家 但我想我的本身 不过换句话听起来就是所谓新媒体 运用了就已经超乎原来传统的乐器 就是你本来演奏的方式也从原来有谱变无谱了 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那但是也很有趣就是关于这个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 你们当时怎么会 你知道就唱合唱 其实本来也很难是一个专业的团体嘛 就大家通常应该可是白天都有自己各自的活动这样子 那这次一口气要玩一个很大 那你变成你不是在一个舞台上 像一个剧场音乐厅里面去唱而是 听起来很疯狂 听起来很疯狂 因为我们当时看说哇 那整个歌剧院里的一下子要在突突厅 一下子又要在回旋梯 一下子又要在那个洞穴的什么云门的走道里头去 那么所以现在音乐家应该同时也要能够很快的 就是快闪在某一个不同的空间里 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是你们开始先对于歌剧院的空间产生兴趣 还是有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就是什么样的推波助燃 一开始是我们之前在国美馆的时候 有跟谢老师合作过 然后对于他的一些构想其实非常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再一次邀请我们来参加歌剧院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兴奋的 然后没想到更疯狂 其实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内容 他们就全全的让我去处理内容 后来大当一公布之后 天啊我们要成为装置的一部分 我们要在三个不同空间去唱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请那个谢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次你就描述一下好吧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要即将来沉浸在这个过程的市民朋友 你会遇见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歌剧院 是这次的歌剧院主题定空间与声音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主题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丢进来 因为我来过歌剧院那歌剧院是一东风雄他自己非常杰出的一个代表作 那他有在创作建筑的一个概念上提出一个美声寒动的概念 但是他盖起来之后没有美声在里面啊 所以他其实就我觉得这一个作品 我自己本身是很想呼应他这一个概念 就是对于美声在寒动里面环绕的一个想象 真的能够把它诠释出来 是是是我很想要挑战自己去做一个能够符合一东风雄建筑空间本体上的一个声音创作 对那进到歌剧院空间我发现在不同的空间都有不同的声场条件 除了声场条件之外还有不同的动线的一个设计条件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想象说 如果我今天把声音装进空间里 依照这些条件去做一些衍生式的播放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就生出了一些声音在里头 那尤其是他对于仿生的一个诠释 就是让我对这现在这三个空间的想象有了更具体的设定 对所以我这三个空间基本上也会用一种比较自然式的方式去诠释 我们先从人声的部分来谈 你既然用了合唱团 所以一定会有人声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好像是在那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评审会上呢 我想合唱团在空间里面我们要最有印象的 大概很多只要有去欧洲旅游过的朋友 大概都有经验在这个圣母教堂里面 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听到这个教会的合唱团 那个幽远的这个歌声跟那个天鼎那么高的一个教堂 彼此之间混融出来的一种我们就叫做天籁之音了 那这次是不是也在合唱团的部分 也用到了这样子的声音跟曲子 基本上这一次的所有声音内容 可能这边要特别的注明一下 就是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原创的 我们其实是有经过在歌阅里面 至少是一两个月的排练过程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订定一定的排练程序 在这三个空间里面把团员带进去 并且用非常多即兴的方式去开发在这个空间 人生可以做哪一些的发展 然后人生还有一个部分非常特别是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同 那这一次呢我也想要挑战看看就是 虽然台中艺术家合唱团他算是一个办职业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成员 有从专业甚至到素人 他们都并非是全职业的歌手 但他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声音质感 我想要用一种更原生的方式 去表现他每一个人的声音 所以应用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即兴的 开发的一些方法 我让他们去呈现每一个人最原始的声音 然后甚至让他们跳脱 只有每声的人声表现方式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实验性的内容 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平等式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可不可以了解就是因为大致上 我想你们大概挑了三个不同的位置 这三个不同的位置大概会有 我们会感受到什么不同的过程 这样子的话我就要从声游记这个名字开始说起 其实这三个字各代表一个装字 那声是第一个装字 声在兔兔厅里面这个装字 我们会利用兔兔厅的这个空间 营造一种好像人在山谷当中 遇到起雾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空间喷非常多的烟雾 不是干冰 我们千万不能用干冰 我们现在用的是非二氧化碳的 所以不会造成一些人体的状况 那它是我们首先 所以我们首先会在 遇到一个有烟雾的山洞 然后在这种状态 人的视觉会被模糊掉 人的视觉被模糊掉之后 人会非常依赖听觉 所以在这个空间我们会借由多声道 去表现非常非常生动的动态感 那这个多声道也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有使用一个ambisonic的技术 那它是其实是对应到VR视觉的一种 多声道技术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当代的电子作曲界 也应用的非常广泛 就是这个技术你可以表现更多的立体性跟空间感 那这一次的这个作品也会把这套技术给应用进来 对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油呢 油是在回旋梯的这个空间的装置 在进门的那个地方 哦 是在从二楼通到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旋转 就是进门的地方 对对对 那这个装置为什么叫油呢 因为它是一个不断要往上的一个通道 那这个动线其实很像在森林里面的森林步道 那其实森林不可能是没有声音的 森林对我来说其实是由声音建构的空间 因为你一进到森林里面 你会听见非常多的虫鸟叫 对不对 尤其像夏天的蚕 我举蚕为例子 夏天的蚕是很有趣的 蚕会从这棵树非常集体的发出一致的声音 然后它们会同步的 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指挥 让它们暂停 然后突然又听到远方的一列蚕 一些蚕同步的又发出声音 那这样子的一种自然的声音程序 我是很想要应用在这一次上 让人声有点像蚕的这种动态去表现出来 然后在这整个空间去回放 那经由人身体的游走 你也可以感受每一个人独特的对空间的一个感知 是这样 那最后一个季呢 季就是这个作品在二楼 通往中剧院与大剧院 它的一个 有点像山洞 可以看到对应 它的特点就是它有一面非常可以关紧的落地窗 那这个窗景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台中的地景 那这个空间我把它定义成记 记其实是记忆 那我会希望把一些有关这个地点的空间记忆 或者是地理记忆的东西放置进去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运用一些练习方法 让团员说出他们对这个空间的感觉 或者是不管是客观的或者是私人的记忆 那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欢迎再回到周日宇歌卷有约 我是卢健英 所以在第三个空间我们是看得到 我们是用得到视觉的 就是我们在洞穴跟回旋梯 可能我们还不是那么多的视觉性 但是在第三个空间 其实是把地景的这个 外面其实就是夏绿地公园 那么那个就是绿草卢音的 以及附近的这个高楼大厦 都会进来 但是我想问这三个我有没有顺序啊 对其实这也是打破一个音乐的时间性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为什么音乐一定要是 有一定程序去聆听 因为这一个作品 它是非常空间式的 多维的聆听方式 所以其实这跟我们人类一般的听觉 对于空间的感受是一致的 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只会专注在一个音乐段落上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生活的听觉 其实是从四面八方不断的接收 因为耳朵是长在人的身体上 所以当你身体移动的时候 你也在不断的接收着声音 所以其实这个作品有趣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身体带着他走 那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建立了 重新建立了一个个人特殊的声音程序 对这个也就是音乐的程序 那我也同时很想问一下 这个陈佩颖老师 就是过去你们在练合唱 所谓练合唱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排排坐 然后看着你的指挥 但这回怎么办呢 拆成三个空间 然后刚刚听起来也没有完整的曲子 就是一个声音声音急性急性 然后不同的特质 所以不需要统一你知道 也没有所谓节奏 那只会干嘛 对刚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第一次出体验 在谢老师跟我们解释完说 他整个计划完之后 大家真是越越欲试 然后开始第一次练习 结束之后有人好开心 然后有人好彷徨 有人无所适从 有人想说那我要继续参加这个计划吗 可是你再偷偷听都已经烟雾 看不到啦 那我怎么看得到指挥呢 就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 目前他现在还没那个状况 然后当谢老师发号施令的时候 然后我们大概要适应一下 他想要什么 其实也不见得一次就OK 就一直一直不了解他 到底想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所以他不是一个 只要我们把声音发出来就OK 要听从他的指示 他有办法知道他真的想要什么 这个部分可能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虽然用的是极性的方法 但是我用的是一种结构极性的方式 那其实指挥就是一种肢体的指示 所以我会例如说 我会告诉他们 当我的手包成球状的时候 你要想象你的声音是小颗的 一颗球被我包着 当我手慢慢见大的时候 你要想象你这个能量越来越大 那请发出能够填满空间的声音 所以当我的手是这样子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我指挥出来了 对对对 或者我会设定一定的程序 例如说我的手往上打开 是请给我一个比较正向的 大调式的和声 那他们是其实蛮专业的 他们马上可以变通 可以找到大调的迎接上去配合 那当我压下来请给我一个很暗很暗的声音 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都做得到 所以你们其实已经设定了一些 所谓的肢体的通关密码 是是是 必须有非常多的细节结构去设定 然后让他们自由的去发展 所以虽然说没有谱 但是我有非常清楚的指令的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表现 我听到这边其实很兴奋 因为感觉好像又把这个 这个歌剧院变成是一个游乐场了 是的 是一个声音的一个游乐场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所以这是现场live的音乐呢 还是录音 哦这个绝对 因为他是最后要转成装置 那我就要讲到 为什么要做成装置这也是 因为我在过去 其实从这个案子之前 我已经开始尝试把声音 装进装置里面去演出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做表演 那么多年的经验 我会觉得我们有时候准备好几个月的一个排练 然后当晚一天之内就演完了 烟消云散 烟消云散了 隔日只有一个惆怅感 我们做完了 对 但没有留下任何的耳机 就是他的时间性就在一个晚上没有了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自己学过电子音乐各种技术 那我现在会做装置 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 音响的一个播放功能这么好 也许我把表演装到装置里面去重现呢 那他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更 有更多人可以去体验的呢 或者是他有更多可能性的呢 那这个就是讲到 我怎么去运用科技去辅助表演这件事 我绝对是采集他们的原来的人声 去把他们装进去 但是因为科技的关系 我可以重复的复制一个人的声音 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声 对 所以就是其实老师讲得很好 你刚刚用到了采集两个字 换句话 我们现在显然大家有 就是你是经过录音 但是这个录音的前制作业里面 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设计跟采集的工作 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 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设计 整个微剧场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观众的互动 就是我们在剧场的观念里 也是一样 过去可能我们才谈戏曲 当这一百年前 我们就梅兰芳的时候 那个梅兰芳的时代 剧场其实是一个演员为主的时代 但是后来可能是一个 导演为主的时代 我们常在讲现今的一个 因为科技的产生 现今的剧场 可能是观众为主的时代 就是一个观众的orientation这样子 那么在这一次互动的部分 你们大概会有怎么样子的 可以预告给我们的设计 其实互动部分 我觉得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用一种空间式的方式 去设置声音这件事 然后让观众自己决定 自己的体验顺序 其实这一件事就是 让观众自己参与作品的互动 讲实在的 我是建构一个空间 然后让他们去自行决定 要如何产生体验 所以这件事本身 他自己的体验 才是作品的本身 对 而不是我那些装置 对 因为声音是会 跳脱装置 独立出来的一个鲜活的媒材 所以其实观众 在自己决定动线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 他的自己的权利 去如何跟作品互动 那第二个互动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装置 在记 记的这个装置 我们其实有一个动态的感应 那这个动态感应 可以侦测观众的一个 动态的行动 去决定播放的程序 对 那这个部分也有点有趣的 就是我们会让观众看到 因为我是要模拟一个 原始煽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会在墙上投影一些 好像秘密的符号文字 所以他必须要经由他身体的 一个过去再回来的 经过去解开这些谜题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会让观众觉得 我有在作品里面 所以这次总共有多少位 合唱团团员参加呢 目前大约是15人左右 15个人 OK 我们在现场都会看得到他们 是 现场只有装置 我们隐形了 他们是隐形的 OK 所以演出是有没有颁次表 这个作品的一个展期是 从12月8号到12月21号 整整两周的时间 那因为突突听有牵涉到烟雾机的使用 所以我们会定一个时段 OK 那到时候都会在节目单上列出来 那时段大概可能是一个小时一次之类的 那一次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吧 然后其他两个空间 基本上是全日的播放 然后 既这个 既这个装置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他得配合中剧院那边的节目的一个退场 跟进场 所以他有一些时段是开放的 那大部分是晚上的时段会比较好看 因为他有投影的部分 所以这可以让观众参考一下 非常的期待 那各位朋友在12月8号到12月21号 来到剧院的时候请 有心理准备 对不对 因为不管在走在那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角落 有可能你就走进一个像森林一样的一个 声音可能就会跑出来 然后又仿佛可能又有人在跟你讲话 就忽远忽近的 就是一个奇特的一个音乐体验的过程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靳莹老师跟佩莹来到现场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但最后 周日与剧院有约呢 到今天我们已经播出整整的一年 那么所以今天是不是会是最后一集 请大家继续关注剧院的官方脸书和网站 那么继续支持台中国家剧院 今天就谢谢两位到此 OK 拜拜 感谢您的观赏 周日与剧院有约节目 由台中国家剧院企划制作